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谦选 第116集 蝴蝶夫人谋下闪过什么 最终却只是面无表情 依旧看着墨白戴上特制的金丝手套后 将蛊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他看着凤九儿 九儿姑娘 麻烦你 好 凤九儿知道他要做什么 将九皇叔的大掌直了起来 放在桌子上 他抬眼看着她 柔声道 九皇叔会有点疼 后者不说话 他直接取出针包 拿出银针 再让胡双送来一盏油灯 在火上烤过银针 消完毒之后 长针一下落在湛青城的指头上 湛青城的指头立即渗出一滴血 凤九儿拿着他的大掌 放在水晶盘子上头 血被他挤出来三滴 落在水晶盘上 之后 凤九儿立即给湛青城收拾好指头上的血 便盯着三条蛊虫 眼都不眨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落在上头三条蛊虫上 这三条蛊虫 严格说起来 体型 长相 基本上没有多少区别 只有头部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还能够让人勉强分出它们的属性 三条蛊虫 原本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鲜血滴下去 闻到血腥味之后 三条蛊虫都开始动了 慢慢地往血猪那边挪动过去 果然 都是嗜血的小东西 只是 这蛊虫黑幽幽的 看起来还真的特别难受 想象一下 这蛊虫落在自己身上 该是有多么可怕的事情 虽然体积都不大 但是这是虫子啊 凤九儿下意识地握紧了湛青城的大掌 看着蛊虫挪动的样子 心头一阵又一阵地刺痛 只要一想到九皇叔身上有这样的蛊虫 心里就难过得不行 那蛊虫 在它体内已经这么多年 这些年来 它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终于 三条蛊虫都挪到了血猪那边了 墨白和凤九儿立即凑了过去 其实两个人都不知道 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但是难得九王爷就在这里 不管行不行 试了再说 只见三条虫子的头部都已经凑近血猪 因为头部太小 很难看得清楚嘴在什么地方 所以两个人都凑得那么近 就怕自己看不清楚 倒是坐在凤九儿身旁的湛青城眉心促起 眼底闪过一抹不悦 这丫头和墨白靠得这么近 是不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想将它一把扯回去 但她又看得这么认真 现在将它扯回去似乎有点不太人道 凤九儿哪里知道自己和墨白现在靠得有多近 这不是还在认真研究蛊虫吗 哪来这么多的心思啊 虽然也明显能感觉到身旁的人有几分冷 但是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心思去顾及这些 倒是一旁的蝴蝶夫人 看着湛青城绝色的眉宇 眸光微闪 眼神复杂 阿九竟然会有如此孩子气的一面 认识她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识过 今天的阿九 脸上的表情似乎比起她过往 在她脸上见过的 加起来还要多 凤九儿这姑娘 对阿九来说 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 是这条 忽然 墨白和凤九儿齐声惊呼了起来 再看三条蛊虫 果然 其中两条已经将那滴血珠给吸进肚子里了 只有最后一条 碰了下血珠之后 又挪动着身躯离开了 确定是这条 蝴蝶夫人皱眉问道 如此就确定了 会不会她儿戏了些 蛊虫对同类有天性排斥性 血液里有同类的毒素 它们是不会去碰的 墨白解释道 我还有一个办法 凤九儿深吸一口气 看着墨白 确定 还有同类蛊虫 这条死了也没关系吗 有 墨白虽然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但必然是和试验有关的 来这里之前 她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凤九儿现在只是在做最后一次的确定 毕竟 这件事情马虎不得 她抬起自己的手指头 忽然一张嘴 一口咬破 战青城脸色一沉 凤九儿立即道 不要生气 就一点点 真的 真的只是一点点血珠而已 她将手指头放在那条蛊虫上 把自己的血滴了下去 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条蛊虫被凤九儿的血滴中之后 竟然像是中了毒一样 惊乱了起来 她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这模样 就连墨白都被惊呆了 她看着凤九儿 一脸不敢置信 你的血 你的血可以移植她的毒性 是 之前我也曾给九皇叔服用过我的血 确实有用 凤九儿喊手道 墨白还是有点震撼 蝴蝶夫人眼下却闪烁起了一抹惊喜 如此 阿九有救了 想别的办法 猛的 湛青城站了起来 九皇 嗯 九皇叔 你要做什么 凤九儿 直接就被她拎了起来 就如拎小鸡似的 蝴蝶夫人的蝴蝶痰对她的体力 具有非常好的恢复作用 只是泡了一会儿会儿 气息就好了不少 现在 拎着凤九儿对她来说 真的跟拎着一只小鸡没什么区别 凤九儿被她这样拎着 两只脚丫子在下头蹬了蹬 竟然够不着地上 九皇叔太过分了 人家好歹是个美女 是淑女啊 这样被人拎着走出去 丢不丢人 可她现在这副模样 连说话都不方便 弯着身 头几乎要朝下 好难受啊 墨白一阵讶异 然后立即站起来 冲蝴蝶夫人喊手道 夫人 我先去看看王爷 说吧 连这几条蛊虫都不要了 转身追了出去 蝴蝶谷中还有同样的蛊虫 至于现在这一条被凤九儿的血碰了之后 活力已经很低 没有什么研究作用了 蝴蝶夫人只是盯着外头 看着湛青城走远的背影 眼底神色复杂 眉心微微蹙了起来 夫人 看样子 这位凤九儿就是传说中 让王爷为了她身负重伤的人 胡双原本也不相信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一位女子 可以让王爷为了她如此卖命 可现在看来 王爷对凤九儿的感情 只怕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 夫人没有见过王爷这样的一面 她胡双又哪里曾见过呢 她在凤九儿身边会变得乖巧 听话 看到凤九儿和木白靠在一起 会生气 会吃醋 这样的九王爷 大家连想象都无法想出来 更别说是亲眼看到了 蝴蝶夫人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那道远离的素白身影 眼眸微微眯了起来 这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感觉 竟然如此温馨 如此让人觉得安详宁静 胡双又道 看样子 凤九儿的血 真的可以救王爷 夫人 您觉得 先听听莫白神医如何说 蝴蝶夫人 长袖轻浮 脸上分明一点表情都没有 人依旧是那样的从容优雅 但她刚才袖子扶过的地方 却是白玉尽碎 一片狼藉 九王叔 你做什么 凤九儿被战情城拎着 走出了蝴蝶谷 回到队伍中 凤九儿皱着眉 瞪着她 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现在好不容易知道 她身上的蛊虫是哪一种 既然知道了 就可以开始研究 怎么将她的蛊毒给除掉 更何况 刚才她明显能够感觉到 蝴蝶夫人有什么想法 他们这些 靠近南蛮活了这么多年的人 对于养蛊 结蛊这种事情 没准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也许蝴蝶夫人 已经想到办法 也说不定呢 九皇叔 玉京风 战情城将她放了下来 却还是牵着她的手 不放开 玉京风迎了过来 帝义 也让冷月推着自己 来到她的跟前 进去 不过是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王爷的气色 分明好了不少 那口蝴蝶谈 果然是练武运功的圣地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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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